大家好,你大美哥来的今天是2024年1月18日 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今天出了一件大事 我的师父在机场他被扣押 怎么回事 阿诺德抵达德国的时候 没有申报他身上带着一个奢侈表 就把我师父扣押了三个小时 你说我师父这么大岁数 76岁能受得了这个吗 这位76岁的老人招谁惹谁的 我师父去阿里比斯山的去度假 但是不管怎么说 阿诺德始终保持合作 到底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阿诺德的气候倡议组织表示 这场调查是一场错误百出的一场闹剧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阿诺德之前的冠军达拉米 达拉米突然在这两天亮出了 又重磅的自己最新的状态 从这个状态可以说 他头又尖了 听着有点耳熟 但是目前达拉米的状态确实可以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从他的嘴形我们能够看出来 阿诺德赛 从目前他这个状态确实能够看出来 已经紧张备赛 达拉米是否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一个期待呢 而从这个嘴形 我们看出来 他有可能是奥奥赛 就像他之前的教练克里斯说的 像达拉米这样的选手 一年参加一次比赛就够了 平时那些比赛都是浪费时间 就在昨天阿诺德赛 这个男子健体项目又出大事 怎么回事 我特别喜欢身材肌肉非常猛的 奥赛型选手霍顿 这回呢要宣布参加阿诺德赛 本人呢 他是在一个节目的访谈当中啊 进行表述 这波马上这节目就来了 这下边的小伙子叫本 所以男子健体运动员本的成绩很一般 但是他呢 已经把自己看为知名教练 搞了一个教练角 这次邀请的是 二三年奥赛男子健体 第七名的霍顿 霍顿这个小伙子 平时挺羞涩 一问着嘴没把住关呢 就说出来 霍顿要参加 那么这上几个人都危险了 为什么 因为霍顿呢 他是奥赛型选手 之前呢 吵吵闹闹要打鼓点 没有想到 二零二三年奥赛之前 马上又改成了男子健体 他的策略是对的 既然是打鼓点 霍顿的腿呢 可以说是值得一夸 腿部尺寸 我们不用担心 上身肌肉非常猛 奥赛型选手 职业联盟是非常喜 从二三年阿诺德赛的结果 E&R半个今年不参加 这次阿诺德赛 迪亚格 亨特和维克特都要参加 所以奥赛第七的霍顿 他名次往哪摆呢 那个表上第二第三名啊 今年奥赛都在霍顿之上 但说实话 对于亨特这个选手啊 我个人还是不是说特汉 宁可是巴西的迪亚格 我和霍顿 我也不会选亨特作为冠军 这个词亨特和比分 亨特他不一样 接下来阿诺德赛的获利 又展示出最新的状态 说实话 从图上的状态 你说谁还能看好他 没有想到他是2022年 阿诺德赛的亚军呢 当然去年奥赛没有参加 他还是有自己的原因 在这几名传统大将中啊 有一个巴西的知名大将啊 因为我的眼力 他的名字简称叫HouseMD 也算巴西健美圈 我个人感觉他要比霍利的状态 还好之前呢 我并不看好他 但是最近的状态上来了 肉量上来 而且分离度很大 特别是这小伙子腿部可不一般的 霍利碰上他等于俩字要瞎 这个HouseMD企图超越另一位 巴西全统健美圈的第一人 他要取代他成为巴西 Open级别第一人 再看这小伙子腿部 怎么样 这分离度还确实可以 腿后部啊 臀部我觉得还可以啊 后部有点感觉像韩国那个 那个all right的那个选手 把传统呢 虽然上肢的肉量 我觉得还能再增加 是好就好在呢 这个细节还可以啊 二头真的是挺大 大的有点不自然 是大的有点不正常 有的观众表示大卖干点没事吧 再看大黑鹅的 阿什利2024年阿诺德赛 我希望他能够参加 为什么不参加呢 在奥赛收尽耻辱 给过冠军吗 这几年 毕竟大黑鹅的曾经是阿诺德冠军呢 2018年阿什利取得了阿诺德冠军 同时是阿诺德澳洲的冠军呢 这次比赛他要参加冠军 是非他莫属啊 你实力啊 大黑鹅的 你真应该听听你大卖哥的劝 参加这次比赛 取得冠军一喜雪纸 阿诺德取得冠军自己的女友 他不就回来自己女友 他不就高兴自己女友 他不就就你们俩又有戏了 说到阿诺德冠军 你大卖哥在澳洲 澳洲啊 在2022年出了一个男子健体 小伙子 也是澳洲头一个 也创造了澳洲健美界的历史 2022年这个短裤还是非常长 小伙子成绩不好 只取到了第16 远看腿部好像没有什么 太大的训练痕迹 手臂造型和甩臂做的 倒是有点那么个意思 小伙子有一个戳号叫什么 叫澳洲甩臂王 整个的动作可以说 和印度尼西亚的甩臂王 同出一辙 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小伙子手臂和肩有点过于大 他这之后再参加比赛 两个字没成绩 如果说20212022 还对这个好像还看得不是很重 2023之后 2024年 对大手臂和大肩 一定要严格控制 2023的选手 有一位就是中国著名的 舰体明健 这康上身骨架的非常 那么小腿非常粗 腰相对来说 比较小 手臂和肩的尺寸 如果再小点的话 这个看起来就更美 我的网红肌肉感挺棒 但是他这美感欠几 这个美感你得听谁的 你得听健美协会的 人家健美协会喜欢什么样 你就得往怎么练 但是从健身网红这个角度 他这种尺寸美感 他这个非常吸引人 简单的说是吸引眼球 在传统健美界的 今年要爆发的 还有一个就是何兆峰 何兆峰最大一个特点 肉量是非常大 兆峰爆发于去年 等于是火箭 他已经爆发出来了 今年的属于什么 今年属于上升期 兆峰这个腿非常厉害 尺寸非常大 上身的手臂肩部 这种分离度 这种饱满度 还得在上 相比去年 今年的何兆峰 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你不说 从后门看 你还以为是 著名奥赛冠军 Derek 说到著名的 韩国传统老将 赵南去年想爆发 没爆发出来 今年他还会爆发 他和江京元 和金军浩 三个人是属于韩国的老将 江京元 现在在美国 人家不回来 在美国开建人房 授课 也搞得有生有死 金军浩这边 把持着韩国 IFB职业联盟 韩国站的总舵主 而腿王赵南恩 他也是有韩国坦克 之三个人发展的方向 都不太一样 江京元是自由发展 是金军浩 韩国坦克 是惊了伤 说到这儿 我不能不提到 中国著名的健美大将 鬼背小黑 非洲兄弟的健美梦 他就是2024版的榜样 你看小黑这个动作 我特别喜欢 给人感觉特成熟 要稳一稳 要稳住这种感觉 迪拜这场职业赛 去年 这腿部是真亮 鬼背小黑 正在背赛 如果不仔细看 咱们说 音半个又出来展示了 还真有人信 转过来一看 你说 远看 还真像周润发 进行健美展示 小黑的正面 今年是特别饱 饱满了前胸 加上手臂 再加上鬼背 再加上瑞严特里的腿 这小伙子 今年奥赛得前八呀 这小伙子 这小伙子 如何恋之气 这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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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